暴載澎湖漁民在海峽中線海域 目擊一艘潛艦在海面 周邊還有軍艦相伴 國防部長顧力雄指出 國軍有掌握該潛艦動態 有軍事迷透過潛艦外觀分析 該潛艦為共軍096核動力唐級潛艦 或是094型晉級潛艦 立委王定宇認為 台海不適合潛艦活動 研判該艘共軍潛艦出現故障 潛艦並不會長時間在水面上 更何況核子動力潛艦 並不需要浮出換氣 這種載著戰術導彈也好 核子動力潛艦也好 它不會隨便浮出水面 所以這一艘中共的096級唐級潛艦 在台灣海峽中線 被我國的漁民目惑 本身可以推銷的出來 知道潛艦應該是出了什麼狀況 王定宇指出 目前兩萬五千名盟軍 即將進行環太平洋軍演 敏感實際共軍潛艦陷中台海 值得密切關注 新台灣電視黃亮姐劉茲營 台灣台會報導 由於 increasingly要造成 小火山忠 mir